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粉紅車小日子的斯莉雅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分享我朋友寄給我的禮物盒 那裡面都是一些紙膠帶跟貼紙 是不是想說 那就一起來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他的影片比較不像是開箱 就是單純分享 如果你也喜歡看美美的紙膠帶跟貼紙的話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來看紙膠帶的部分好了 我打開的時候其實有嚇到 就是我朋友竟然直接送我一整整的紙膠帶 竟然不是粉裝的那一種 那第一卷呢他送我這種 藍色綠色風格的 然後有點繽紛亮亮顏色的紙膠帶 再來第二卷呢這個超級可愛 這個圓標也太可愛了吧 整個風格就非常的日系 然後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他這款是麵包的 從旁邊看起來呢就是 單個單個麵包的樣子 那這些紙膠帶呢 其實他寄給我有一點時間 然後我都捨不得開 我這個人有一點奇怪 就是越喜歡的東西越捨不得開 所以我就一直一直放在旁邊 然後最近覺得不行 我要就是 讓東西 適當就好 然後要趕快用完 所以我才想說 好吧 來面對一下 其實我本來是沒有打算要把紙膠帶打開 但是這卷麵包真的太可愛了 我好想趕快看看裡面 這個圓包我想要留下來 所以要好好的開 這圓包真的太好看了 這一圈麵包然後裡面就是一個一個的麵包圖案 超級可愛耶 這款麵包紙膠帶不知道為什麼我以前竟然沒有看過 我非常喜歡買麵包啊 食物類型的 還有素材貼紙跟紙膠帶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發現 就是這種還蠻好貼的 所以說到這個麵包我覺得開心 謝謝我的朋友願意跟我分享 關於分享這件事情啊 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練習的事情 就是我會把我的東西 然後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再來第三圈 紙膠帶呢 是多肉植物的 它這個圓標有一個異果感 然後旁邊呢 其實就是一搓一搓的多肉 今天我們先來看到貼紙的部分好了 因為這邊是分裝的紙膠 我再等等再來分享 首先我想要先來看這個便簽 這個便簽我不知道是什麼品牌 我剛剛都沒有在follow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便簽呢 它就是水彩的圖案 它後面有很多款這種不同的水彩 比較特別的就是它都是用食物來代表那個水彩的顏色 它裡面呢 就是一個一個的便條紙 它是紙張的材質 然後它有做這種 可以撕開卡拉卡拉的那種線 然後看起來是 每一個圖案就一張 好可愛喔 這也太可愛了吧 可能我本身就喜歡畫畫吧 所以看到這種水彩彩畫風格的顏料 整個就是燒到不行 那我目前有幾個想法 就是把它當成一般的便條紙來貼 那再來就是把那個 圖案剪下來 然後當成一個平貼的蔬菜 接著我們來看到這個貼紙的部分 這個是卓大王的 然後是第五彈特點 它上面剛好有字 所以我剛好可以看出來 這個作者畫的插畫都好可愛喔 整個就是療癒系啊 那裡面呢 是這種有壓形狀的貼紙 它每一個都已經壓好形狀 超級可愛的 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跟我分享這些的朋友真的是太善良了吧 怎麼可以這麼好啊 我希望我也可以就是變成一個 在朋友眼中是一個很好相處啊 然後善良的人 再來呢 然後除了貼紙的部分 裡面還有一張明信片 這張明信片感覺可以貼在我書桌的前面 我書桌的前面的那一道牆 重新刷油漆 所以它現在就空空的 那剛好我想要說可以貼一些我喜歡明信片啊跟照片 再來裡面還有一個這種小小的是 庫卡的東西嗎 它畫的超級精緻 這麼小的庫卡也可以畫得這麼可愛 然後這個我覺得就很像 那個窩家門前有銷盒的 它裡面還有一張這個 塑膠板我想應該是拿來分裝紙膠袋的吧 可是我自己想要把它拿來當成塑膠 因為它整個圖案很漂亮 然後它這種材質又不怕折到啊什麼的 所以我想要把它拿來當成書籤 接著我們來看到 第二包的貼紙 那這一包呢就沒有貼名字 所以我不知道 可是看風格應該是卓大王的 然後這一包呢也是有鴨形狀的貼紙 超級可愛的啦 這些我就根本捨不得用啊 這個貼紙啊雖然說它是紫紙的 可是它上面都好像有上一層霧模一樣 就是是比較高級的貼紙 不會看起來是那種 爛爛的啊 很像回收書做的那種紫紙的感覺 接著我們來看到 分裝紙膠袋的部分 我的朋友還用了一個這個小盒子 然後幫我裝了那個 紙膠袋在裡面 收到這個禮物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用心 就是他還願意去找一個小盒子 然後把東西都裝好 我覺得你在小細節做一些 就是用心的事情 別人是可以感受得到 然後我期許自己也可以就是 成為這樣子的人 然後我上次也有就是 做一個手工蠟燭 然後我就很認真包裝 然後很認真找袋子 再送給我的朋友 我就希望說就是 我也可以成為一個溫暖的人 那上面的部分是他寫給我的字 然後裡面呢 他就幫我買了這樣滿滿的 分裝紙膠袋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這一卷花花的好了 他在上面寫說 因為他覺得 盒子的紙膠袋不好分裝 所以他都送我這種 有離心紙的紙膠袋 然後剛好我最近也很喜歡 離心紙的紙膠袋 因為你在平貼的時候 就可以先放到 筆記本上 比對好 然後再把你要的素材剪下來 或者是說你就可以 比對說 適不適合今天的平貼 然後第一款呢 他是這種花邊形的紙膠袋 他上面的話 超級 貌盛的耶 這一款我目前是還沒有想法說 可以怎麼用 但是 我是還滿期待說 可以來挑戰看看 那第二卷呢 我們來看到 紙質的部分 這一款 是 就是清清淡淡的 像色鉗筆 顏色化的那種 擦畫 然後會搭配一些 燙金啊 燙銀的部分 感覺滿精緻的 這一款擦畫的風格 超級 夢幻耶 然後他燙銀的部分 都是恰到好處 整個為紙膠袋加分的那一種 我其實也常常覺得 就是想要準備紙膠袋 跟我的朋友們分享 可是其實我自己的紙膠袋 也不算太多啦 就跟很多人比起來的話 我算是少的 所以我都很怕說我穿了紙膠袋 然後其實朋友就已經有 很尷尬 所以我其實還滿少 分裝紙膠袋給我的朋友的 再來第三卷呢 是比較可愛風的 插畫 然後他是熊熊啊 跟一些 睡覺媽的素材 他有一點熊熊睡衣的感覺 他的插畫其實是偏可愛的 可是他的顏色啊 跟他的苗邊不會很濃郁 所以不會看起來 就是很幼稚啦 看起來還算是大人 然後喜歡可愛熊熊系列的 像這種熊熊啊 就是我媽會很喜歡的風格 我媽非常喜歡這種可愛風啊 可是有一點 我覺得算有一點國外復古感 的那種感覺 接著來看這一卷好了 結果這一卷是那種 日本的打結嘛 神結 他還滿不錯的 就是我看起來 有滿多色系 然後 有滿多素材可以挑選 你就可以搭配你的手髮跟需要的長度啊 尺寸什麼來選擇 還有顏色都可以選擇 這好酷喔 這一卷應該算是 素材型的紙膠袋 但我覺得他素材不會讓你覺得很單調 而且他替你想到很多 有很多種款式 再來我們再來看這個花花的好了 其實我以前不喜歡這種花花的素材 然後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朋友他寫明信片給我都會貼這些花花 結果貼久了之後我也覺得 我好想要有花花的素材喔 然後我也去買了很多的花花 這一卷的感覺比較像是熱帶系列的花花 主要以向日葵組成版 然後顏色比剛剛開箱過的花花更豐富 然後整個很澎湃的感覺 再來想要來看這一卷的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一系列 然後春夏九冬的植物 或是顏色系的植物 這一卷呢就是藍色跟紫色系的 覺得 有一種那種夢幻的感覺 神秘嗎 你知道紫色在古代啊是帝王的顏色 就是只有帝王可以用紫色 收到這些花花的時候啊 我第一個念頭是 好想要趕快來用用看喔 因為我自己是 沒有買過這樣子的素材 再來後來看到這個粉紅色的花花 應該是春天吧 春天的顏色 這感覺就整個就是粉色加白色的花 這感覺就整個就是粉色加白色的花 手上的月季室啊 就是 你知道月季室那個表格的地方 然後你下面貼一個花花 就是整個 那個主題性就出來了 像是夏天的感覺啊 春天的感覺 感覺應該蠻好用的 然後他又算是 比較寬的紫膠袋 再來來看到這一卷 這一卷我目前這樣看是有一點 分辨不出來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紫膠袋 他這種薑果 這個風格好美喔 超級美耶 然後他這一卷紫膠袋竟然做了好多個層次 他底面有一個透明的層次 然後又印了一個 黑色線條層次 再加上花白墨層次 這個好精緻喔 只是這個就會一直讓我想到 那時候好像有一系列的油票 是薑果油票吧 看這個有點像耶 可是這款紫膠袋真的好美喔 給大家近看一下 超級美 可惡好喜歡喔 再來終於來到最後一卷 這些全部都是我同一個朋友 準備給我的禮物盒 我覺得超級瘋狂耶 竟然可以 送我這麼多美好的東西 最後一卷紫膠袋呢 他看起來有點像是復古小霧的感覺 這上面有很多 密密麻麻小小的物件 覺得很好看耶 這種拿來當秘密的素材 超級好用 而且這個風格就是我手上 常常平貼的風格 好美喔 超級美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怎麼都有這麼多 漂亮的紫膠袋 像我自己的紫膠袋 其實我常常都是買一些 就是書局買的啊 或是什麼的紫膠袋 就很少這種特殊的紫膠袋 所以我常都不敢送我這個朋友 就是我紫膠袋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會覺得 你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那以上就是今天單純分享的影片 希望這支影片有帶給你一個 就是快樂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